各位網友大家好,這條片就是研究一下德國耶穌華堅證人教會或是聚會所外的槍擊事件 首先呢,就向死者或槍者致慧文和悼念 但是聖經呢,在《聖童行傳》24章15節都說了,異人和不異的人都會復活的 所以相信聖經的人都相信死者都會復活的 但至於行兇的疑犯會不會復活呢,就由上帝決定了 好了,根據外媒的報導,行兇的疑兇就是叫Philippus 他本身有個網站,我們去看看 而發生的地點就是德漢堡一個叫Deburger Street的耶穌華堅證人 聚會所外面的,是他在外面射向裏面聚會的人 那那個Philippus,根據他自己的描述 他以前都是在耶穌華堅證人家庭長大的 跟著他就不斷地進修 應該就是搬去這個教會了,但他最後被 不知道自己是退會還是被開除的 好了,看看他的內容呢,你就大約知道他的精神情況了 他就說到自己很博學,很多東西都懂 最特別的就是,他的顧問服務費就是 二十五萬歐元一日的 他就聲稱,經過他的顧問服務之後 可以幫人賺到二千五百萬歐元 這是第一點,第二點他就自己出了一本書 就叫The Truth About God, Jesus and Humanity 就是關於神 基督和人類的真理的,他聲稱這本書 可以比美聖經和可蘭經 在一百年內都有效的 聽到這裏,大家都猜到了,或者可能有些人都知道 他很明顯有妄想症,包括自大妄想症 但至於為何他會行兇呢 我也懷疑他有被迫害妄想症 可能他打算去報復也不行了 好了,那麼,你看回他的網頁 都說很多,聲稱自己是一個虔誠紀錄徒 叫人歡恕包容,愛,愛仇敵等等 但很明顯他沒有,因為聖經 都說到煩殺人的,就沒有永生在他心裏 還有,魔鬼就是殺人的父親 所以,當然他是不是精神出現很嚴重的問題 導致他做這些事呢 那就再由警方調查吧 好了,希望不幸的事件不會再發生了 不過值得一提的呢,就是 譬如說見證人對於被開除的會籍的人士 又或者是他們自己脫離 叫伴侶者呢,他們呢 就不會跟他們接觸的 見到呢,就當見不到 不會打招呼 那有些人呢,可能自小的朋友呀 家人呀,都是見證人呢 就會受到很大的壓力 感到被疏離等等 不知道會不會跟這個原因有關 好了,希望不幸的事件不會再發生了 有最新的消息,再同大家報道吧,再見